我們也提取了將近20分鐘的陳述 另外就是說在整個保存 我剛才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市府對整個保存的這樣的一個原則 跟他的這樣的理想跟大家是一樣的 再次就是說在整個的一個保存規劃的思考 剛才包括文化局 包括讀法局 包括交通局 也做了一些這樣的一個思考的一個報告 那麼接下來可能就是我們大家可以針對 這樣的一個思考的報告跟理念的主張 來做一下綜合的討論 我們作為這個後續在整個保存方式的一個選擇的一個參考 我們接下來是邀請我們在座的事情 我們會的委員 那麼就在理念上 在專業上 文化資產的保存 根據文資法 他也有他的一些法令跟專業上的一些指引 那麼是不是就各位的這樣的一個高見 給我們一些指教 就是針對我們後續在整體規劃保存的選擇上 就是還有不周全的地方 好不好 我們是不是要哪位委員有表示意見的 還是說我們先請你委員 你是資深前輩 上次正好您忙 還是老闆您 我知道 上次有事情 在最後一部開會 是沒有辦法參加 我非常幸運 能夠參加這個會議 主席各位委員 還有在座的各單位的代表 也讓我有點感慨 因為在三十多年前 我曾經參加當時公務局新公處處長 建築科科長葉鴻安先生 他主持一個會議 是要做這個高架橋的引道 是三十年前那個會議我也參加 那當時幾乎就是沒有什麼別的聲音 說做就做 當時這個引道 剛才有一張照片也看出來 下中山 下這個延平南路 那這個下這個延平北路 非常複雜的一個路線 那經過這麼多年 今天有這樣子的一個討論 我也覺得非常有意義 那雖然是有很多熱心的朋友 他們很關心 那我想市政府應該多多 這個聆聽這個不同的聲音 我知道最後啊 一定是有一些人不滿意 有一些人覺得惋惜 甚至覺得憤怒 都有可能 但是我們知道只能有一個答案 我這個事情就走不下去了 我想我作為一個文資委員啊 我要捍衛文化資產 那我也希望我自己有一個高度 就是要有一個高度 有一個高度 其實你就已經這個 容納不一樣的做法 不同的聲音了 如果你沒有那個高度 那你只有一個聲音 只有一個做法 我想這個沒有辦法 首先喔 我沒有對於山景倉庫做過特別的研究 他是調閱早期的地圖跟這個 一些舊照片喔 他可能是北門周邊三百公尺直徑之內啊 他的年份可能排第三 第一個是180年代 流民船時候的北門 排名第二的應該是 機器局裡面那一個圍牆 流民船蓋的機器局圍牆 他可能排第三 因為在下去的鐵道部1919 這個虎台階陽樓1912到13 那北門郵局1929 如果我們要按照這個 這個年份來排喔 他是排行在前三名裡面喔 所以這個大家認為他有很多歷史意義喔 剛才這個民間團體他們很用功 還做了一個非常詳細的 關於山景這個公司啊 他在日本 在亞洲甚至在台灣啊 他們的業務膨脹 非常影響到當時的社經各界啊 那這個我想大家都這個 都有一定的認識喔 所以我首先肯定啊 這個房子喔 就歷史的見證性是有它的角色 那剛才也談到 副局長有把這個余老師做的研究 這裡頭已經消失的建築物 那太多太多了 包括護城河不見了 包括前面的接關亭的牌樓也不見了 甚至北門裡面我看舊照片啊 還有一個小土地宮廟 那個土地宮大概在幫忙保護北門了吧 總之也就是消失的遠比我們現存的要多了太多了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是在那個河的下游啊 做一個攔截一個攔截點而已 我們這一攔截一切下去 我們做個閘門一切啊 就看到現在北門 北門郵局 三井倉庫 然後這個鐵道鋪 我們的攔截已經非常下游 已經很下游了 我們要是五十年前攔截 我看深深皮鞋也在 我都跟他買過皮鞋 寶島眼鏡行深深皮鞋 就在這個鐵道部的東對面 五十年前攔截的話 那東西可能更多 那這個沒辦法 這個人家講這個古蹟啊 其實就是命大 他就是逃過那一些天災人禍 他就逃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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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我們也只能接受這個 好吧 我這個好像有點會話 但是我是覺得 我首先作為文資委員 幾年前我們把它登錄為歷史建築物 我有參與那個會議 我有參與 所以我應該對這件事情做負責 我肯定它有文化資產價值 而且我們登錄它為歷史建築物 這是我第一點跟各位報告 第二個跟各位報告的是 關於這個北門這附近的交通 因為我是台北人 小時候啊 剛沒有忠孝橋也就沒有忠孝橋引道 其實北門這一帶的交通啊 是南北向比較熱鬧 就是延平北路到進城 它是南北比較 每次那個鐵路的雜欄一放下來啊 延平北路幾乎大概塞差不多三百公尺 它有一個有一個雜欄的 但是自從忠孝橋完成 忠孝橋引道做了 好像南北向就是延平南路通 延平北路好像不太通 反而是東西向的就是整個忠孝西路 忠孝橋 所以使得這個 台北這四個城門 本來應該都是有圓環的 你看我們的東門圓環 我們南沒有圓環 結果北門啊 因為東西向取代了南北向以後啊 它就那個圓環的意義就少了 就變得沒有一個圓環 這是你們看早期的照片 它這個圓環早期還比較大 還種了大概六七顆啊 棕櫚樹在北門的牆角下 但是因為後來這個環啊 越縮越縮 像那個孫悟空那個框 它縮得非常小 所以非常可憐 這個北門啊 大概那個車子就圍著它團團走 我也覺得這個 我們欺負它太久了 那現在呢 終於把它這個框框啊 把它這個打開來了 打開來之後 剛才我看到交通局 還有裕老師他們做歷史研究 看到各種不同的路行 其實那個路行其實 追根究底 就是要解決交通 但是從空中看下來 那個路行 我覺得沒有早期那個圓環啊 來得好看 這個路行完全就是為了那些車子 那我是提醒喔 如果最後我們要選擇一個方案的話 我覺得除了交通以外喔 對北門喔 不應該在形式上有一種尊重 是一個漂亮的盤子 盤子的中心有一個北門 我覺得應該在這種 你看韓國那個南大門 你看巴黎那個凱旋門喔 它還是有一個圓盤 圓盤裡面有一個一級古籍 我覺得是感覺會比較好一點 那如果只是為了 你看這張照片你看喔 就做中橫不同角度的 類似那個鳥巢的 那個不知不識的切割 北京那個鳥的不知不識的 我覺得對那個北門喔 在這個尊重的意義上 也會打折扣 這是我建議喔 如果能夠突破這一點的話 那當然最後就是很關鍵啦 因為今天喔 我也不希望造成喔 打圈打差就yes or no 就是說我們允許不允許它移動 因為這個變成對委員來講喔 其實我們文字委員喔 我們是在審查這個方案 我們不設計方案 所以移或不移都是選項 但移有很差的移 不移也有很差的不移 就是那個設計的那個quality很差 所以我們委員應該是做這種審查 我們不做設計的 文字委員就是在做這種事情喔 所以這個我也只能這樣講 我不反對它往東移 如果你移得很好的話喔 但是你如果放在原地 像剛才有個很大很大的安全島喔 然後讓那個像樹葉形那個安全島 那個那個 但是這樣的話你就走不過去喔 對山景倉庫也是一個障礙 就是說到時候你的那個可親性不夠 那到不了 甚至還做地下道還做天橋 那不真是花蛇田竹嘛 像現在的北門我也常常就到不了 要過馬路 那我知道未來那個案子喔 北門跟博愛路它連成一個廣場 也許就會非常舒服啦 但是現在就山景倉庫喔 它就是應該不管你怎麼做 移或不移 應該讓人家親近性喔 會很高 那最後我們如果查文化資產保存法喔 它並沒有說古蹟或歷史建築物喔 是一定不能移動的 它並沒有講到的 如果有更好的對待它 那它移動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好 那再來就是技術性的問題喔 我也知道你要用那種比較平移的那個就 時間拖而且那個造價高 你如果用拆解法喔 分屍法喔 這樣比較便宜 那這樣呢 品質會不會比較好 我想這個是技術問題喔 我們等有人提出來 我們文資委員呢 做評審 我們不做設計 以上我是對於 疑或不疑喔 我覺得只要能夠做得更好 我覺得我可以接受這個疑 但是首先作為文資委員 我有參加那個文資指定會議 我給他一定的這個分數 我認為他有價值 他有價值 謝謝各位 謝謝這個李委員 給我們的指教 就是說 確實我們剛才是強調 市政府的態度喔 在文資保護的這個主板機關的立場 確實是要保護 那麼這一點跟這個 李委員剛才指教是完全一致的 就是說歷史見物 我們確實是肯定他的存在的價值 跟他的這些文資保護的這樣的一個需求意義 而且還是綜合討論以後 就是我們到最後就是一個方案的選擇 可是我還是要跟各位來報告就是說 剛剛李委員也給我們很多的指教 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面就是說 怎麼在這些定的方案裡面做到最好 這可能也是我們必須要能夠寄望 那未來我們也 這個完全可能就是說 就剛才委員提的就是說 只是選擇方案 但是不可能幫我們來做設計的這些構想規劃等等 那未來我們怎麼把它做得更好 我想這也會是一個整個過程的審議 就是說這一次這個文化局也特別跟各位委員 也跟其他關心的朋友報告過 就是說就這個古蹟也好 那麼在這些相關大家質疑的說 歷史見物要不要這個送這個中央來做這些核定 但是即使他在這個法令的適用上 他是排除的 但是師傅還是為了慎重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保存方案 也提到這個我們本府的這個文資委員會 來接受大家的這些檢驗 那當然就是大家也看到就是說 我們從上一次的會議開始 我們也特別交代就是說 所有的這樣的一個討論 一定要能夠接受大家的解釋 所以我剛才也特別問 就是上一次的會議的整個全程的錄影 那麼也都上網公告 那但是相關的討論的這個具體的內容 那麼摘要的這些會議紀錄 那麼也在今天確認以後也都會上網公告 我想這是我們今天再次的來召開這樣的一個文資審查會 主要的一個目的 我想就是說我們當然還是開放討論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其他問題的人他要給我們來指教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我想我們在那個昨天下午 我們在現場會攤的時候 我其實有提了一份復見 請各位委員參考第36頁 那我想這個資訊 其實可以提供各位在接下來討論的那個過程裡面做思考 那可不可以先回到18頁的那個 我們公告的那個部分 對 就左邊的這一份資料 就公告的資料 那事實上當時候在討論的時候有兩個依據 第一個依據就是這棟房子上那個山景的logo 就是這個照片上非常明顯 那這個依據讓大家覺得這棟房子跟山景 其實就是山景的倉庫 那另外一個依據就是依據那個北一大黃思娟老師的調查研究 但是在他的報告裡面 其實得到的一個結論是 不管是從相關的資訊還是從戶籍 所以事實上跟山景其實事實上是沒有任何的資料直接證明 那我右邊的這一份附件 我提出來的這個附件 我想先看那個第38頁的這個附件1 那個右邊的那個往下到附件1 秀給大家看 那這份資料大概是目前 我找到那個直接相關白紙黑字寫這棟房子 它是什麼身份 就這兩份資料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山景倉庫 事實上在1914年的時候 有一個公司成立了 這個公司叫做廣通運輸社 社長叫做小川紫馬 那我剛剛提到的白紙黑字山景倉庫在哪裡 所以在這個地方各位可以看 北門口街的山景倉庫 那什麼意思呢 從這份資料上面來看 這棟房子的直接的白紙黑字的直接的證據 就是這一份 那這個是1918年的台灣商工辨蘭129頁的資料 那隔年呢 來往下 這張資訊呢 同樣的 本店設在府中街 這個一支十番地 廣通運輸社本店 那我們這個房子的白紙黑字 位置就在北門口街 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位置 上面有寫山景倉庫 這是第一點 那個附件第一個 再看下面 附件二 那這個單位出現之後 我就找了相關的資料 各位可以看附件二 可以放大的話 廣通運輸社為什麼成立 關鍵是這個社長 小川植馬 那小川植馬的背景 我在前面文章的部分 我也大概簡單的再錄 那時間的關係我只簡單講 小川植馬 他原來任職的是日東商船諸事會社 基隆支店長 社長 基隆支店長 那因為他跟山景物產的關係 以及日本郵船的密切關係 然後透過他個人的手腕 他在1914年的時候 成立這個公司 做什麼呢 專營山景物產的運送業務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提了其中的一份資料 當然這些相關的資料 我在那個文章裡面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 那個參考的出處 各位可以去參桌 那這份資料呢 就直接在講 當時候廣通運輸社成立的時候 在基隆呢 把他的本店設在哪裡 就設在山景物產的辦公室裡面 那這件事情就講明了 山景物產 這個山景公司 跟廣通運輸社之間 以及小川指馬社長之間 直接的關係 那這是直接證明 這棟房子 當時候創設的一個背景 那針對社長小川指馬的部分 在36頁的這個部分 我其實也提到了 雖然都是很清楚 請各位委員參桌 那從相關的資料看起來 這個直屬的關係 目前找得到的資料 是在回到第一頁文章的部分 在第三段的部分 下面這個 1928年 事實上有1930年的資料說 廣通運輸社還在直營山景物產 這個所有的運輸的工作 但是在1928年 其實有另外一份資料 說明事實上 這時候山景的業務 已轉由原來 小川指馬任職的日東商船 這個諸事會社變成是他的指引 那在這個文章裡面有提到 那所以我相信這件事情應該是OK的 那從時間上來看 大概1914年到1918年之間 小川指馬的這個廣通運輸社 顯然是山景物產出事會社 所有運送業務的這個指引 那斷在什麼時間 目前可以找到的資料就是1928年 已經換人承擔這個部分了 好 那再來放到那個復健市 1928年相關的那個發展 我在39頁的下面文章 我大概有提了一下 這家公司事實上後來還是持續存在 就變成基隆地區非常重要的一個運送業者 那再來第40頁裡面的這個幅圖 那有關山景倉庫的創建時間 剛剛的創設的時間是1914年 那兩份資料剛剛其實那個朋友 北北山的朋友其實也提出來了 就是在台灣鐵道的這個1915年5月1號的這張照片 是目前看起來最早的這個時間點 那它跟1914年5月創設的這個時間就是差了一年 那房子呢就是這棟房子 來下面那張圖 那這張圖是目前看起來在地圖的呈現上 位置幾乎跟我們現在的這個山景倉庫 一模一樣的這張圖 1916年的圖 那這個當然是附帶的 那重要的是下面的這個訊息 來一下那個復健五 那個先下面的那張地圖 好這張圖勒 那個在1913年的時候 這塊基地上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這個重要的事情登上了當時候 1913年11月30號的報紙 它描述了前一天在這個基地上發生了一個大火 這個大火的內容在報紙裡面寫的很詳細 各位可以參考我上面的那個文章寫的 它的意思是 整個大火從直鬆財務店 大火是從197番地的這個直鬆財務店 火勒因為是吹東北風 所以往西邊燒 回到剛剛的那個地圖 那這張地圖是1928年的地圖 那剛好這張圖上面出現了我們 兩個重要的這個 在黃思娟老師裡面 有個重要的這個單位 它在文章裡面甚至推測 有可能跟陰景竹有關 那這個火燒就從直鬆財務店 一路往西邊燒 燒到陰景竹 那燒完之後全部都沒有了 那這個時間點是1913年的年底發生的事情 那所以我最後我自己個人的推論 回到那個前面 37頁這個最後的推論 當然確切的時間 雖然這一份白紙黑字的資料出現了 但是我覺得對我個人還是有很多的疑問 那我目前自己推測的時間 可能的時間就是它創立的時間 那至於為什麼在山井的這個倉庫上面 會出現這個logo 我想從剛剛的說明裡面 那以及我文章裡面有做了 他們彼此之間的那個關係的那個討論 那這個部分我自己猜測 其實創建的時間有可能就是廣東運輸社創建的時間 那當然對我而言還有很多的問題存在 就是這棟房子是誰蓋的 是廣東運輸社蓋的 還是山井物產出錢幫他蓋的 那這個當然還需要更多的資料 不過從目前看到的這一個白紙黑字的這個資料 那顯然這棟房子的身份應該叫做廣東運輸社 山井倉庫 它其實它的前面的這個名字不是山井物產 山井倉庫 是叫做廣東運輸社 山井倉庫 那這個部分我想因為對接下來的討論 可能有一些直接的幫助 那我想那個我們過去的討論其實有很多 那個問疑問 那這個部分我想先做這樣子的說明 提供各位委員參考 謝謝 非常謝謝張委員給我們這樣的一個全盤的準述 我想對這個背景跟歷史的意義 我想我們在未來的討論應該是非常的幫助 我還是再次請教 在座的其他委員有沒有其他的請教 請教各位有沒有再次請教 那旅委員推薦 我想剛剛已經在講得很清楚 如果將來張委員這個資料更確定的話 那這個歷進的名稱就稍微要改一下 要做一點市場的一個調整 那就是第一點 剛剛這個李委員所講的 我都很贊同 就上次各位意見大概都相同 那麼還有就是那個上次王慧均這個委員 王慧均教授所講的 他就是說 北門附近這個地區 跟等於說 歷年每一個時代的交通工具不同 交通情況不同 那個地方上的改變非常大 那這個因素 他原來在上一次的會議上 他也講得很清楚 這個情況都應該是可以做為 這樣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紀錄了 那我再補充就是 上次在口頭報告以外 在書面上 我有三個書面的意見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再補充幾點 就是北門 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對這個北門廣場 剛剛這個李教授也講過 希望有一個更適當的一個 一個範圍 一個規模來呈現 因為既然文化局文字會 建議希望形塑這個北門的意向 那麼重點就是北門意向這個形塑 我們形塑有哪些元素 比如說過去它原來的歷史上 我們剛剛過去都已經講過 這個大家已經很肯定 北門除了我們指定為國定五千億萬 日志時候它也是紀念物 也被登記我指定為這樣保存 日志時候也就是指定來保存 在1905年那個時候拆城牆的時候 後來它又保存了幾個城牆保存 日志時候就被保存 所以它的重要性可見一般 那我想我這個書面的意見比較多了 我現在簡單的說了 比如說一個城市 大概在美學的元素當中 廣場是一個很重要的要素 你比如說美國華盛頓 我想這個我們在座很多專業的人都很清楚 那麼它很多這個華盛頓很多交叉路口都有廣場 廣場上面有雕塑樹像 有噴泉 這個是他們的一個美學 那另外比如說像希臘的時候 最有名的現在流傳下來的 都市設計界都是常常講說阿古拉 羅馬所謂forum 這個都是什麼 人們公共的一個空間 人們公共的空間 都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這個地方流傳下來的就是這樣 那麼紫禁城大陸的紫禁城呢 那麼是跟我們比較有點觀念它這個天安門 它為什麼叫天安門 就在它的南邊 因為它是在八卦的前衛 南方就是先天八卦就在南方 所以叫做天安門 那北方呢它是地安門 它是昆卦 那我們北門呢 剛好它是西北角門 它就是在後天八卦裡面叫昆卦 這過去因為古時候 中國的所有的城都是按照天象 那麼來做的 那麼天象主要的一個元素 北極三元 還有就是二十八九 這個都是基本的一個天象 過去大概所有的城牆的建設大概都有 大概草安查了這個中國幾千人的歷史大概是都有 都有按照天象 所以叫做按照天象來設都的 那麼這個是非常多 那我講這個不是在歌頌這個 而是說我們這個城要了解它的歷史 它的規劃設計的這個意涵 是這樣的意思 很特殊了 它跟北京呢 天安門剛好是相反 它是按照後天八卦的方位來設的 那麼剛好是轉西北角 它有一個奧城 這個對這個公司的考慮 因為過去為什麼北門是在這個地方 過去也是見證了這個歷史 過去最早是因為水印 後來被那陸印磁入 所以有很多的地形上的這個改變 那麼還有就是說 天安門呢 這個北京的紫禁城 它是以天壽山為它的祖山 過去的風水人 它一定要有祖山 先祖先的祖 或者祖人的祖 我們台北這個北城就是七星山 後來這個劉昂就把它轉成七星山 本來是一大屯山 後來變成這個七星山 所以剛剛那個圖呢 它是畫 它是西門跟北門 還有這樣子延伸線到七星山 所以這一點我想請修正一下 這個在盲中一定會 這個在都發局的那個圖檔裡面有啦 那麼我們過去呢 這個在聯合國顧問團到台灣來 在台北 我在張都市計畫學會裡 市長都特別請聯合國的顧問有 有十幾位到台北來 就是來做一個顧問來參考 就是怎樣規劃台北市 因為我們要走向那個國際化 全球化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世界的誓言 那麼他們也肯定 那麼在UHDC 過去在台灣的這個聯合國的顧問 有一位顧問是德國人 他名字叫信子 他那個信子 他信子最先的這個都發局呢 那個圖檔就是信子化的 他就把那個示意圖 就是台北城四個城 五個城 跟這個七星山的關係 他有個示意圖 那麼也畫出來 這個是信子的一個節奏 也就是說德國人就非常非常的強調 我想這個大概 這個鄰居長大概比我更清楚 他這個 因為這個都發覺有這個圖檔 你們可以找出來看看 他是這樣 所以都意涵很清楚 那麼重慶南路 他就是對著這直五線 那麼這個是等於說是台北的一個軸線 那麼過去重慶南路呢 在光路以前 那個在前面南端岸叫文武街 就是孔廟跟這個武廟 那麼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軸線 那這個管田街跟所謂北門街 就是現在的不愛路 這個是他的兩側的福音 他都有一些構想 我們今天看西門町那裡有很多旅座的家具 什麼鍋什麼 那就是西邊是屬金 過去是屬金 他是有這樣 你看那個開封 那個金水 他就從西面這樣流過來 北京城也是從這個西面流過來 他也是有這樣的一個構想 我們過去的木材行很多是在東邊 東邊的木嘛 西邊的金 他是這樣子來 那我是講 我就是做這樣的一個補充 就是說這個廣場 將來你要行述這個意象 一定要有一個規模 那這個規模我們要留設什麼 比如說包括要不要有護城口 護城口當然可以有彈線 不過翁城的這個意象 還有跟這個天象的星座 將來在地面上希望能夠把它展現出來 就如同現在的榮山寺 前面那個廣場 榮山寺他是一個前面是美人縣 前面有一個天象圖 那我想將來這個也可以做 還有那個道路上就是街觀亭 也可以把它印象的這個呈現 這些都是等於說強化 這個是在中國史上大概可能最後一個府城 有特別的它的歷史上的意義 它也是台北建成上很重要的這個 有它的歷史上的意義 所以我是覺得是說要從這個廣場的留設 所以要更加的這個討論 還有我們現在那個古城牆已經挖掘了很多 上一次我們跟這個前郎兄去看了很多城牆史 那城牆史現在都閒置在那邊 將來怎麼樣放 這個我也想請文化局要構想一點 那這樣怎麼放你做 所以這樣來決定我們這個廣場的一個方式 那麼這個廣場然後再來決定其他的開路者的入選 這樣比較有一個邏輯上 不要讓人家說你直接是從入選來決定我要不要還錢 是從這個廣場裡面 我是想這樣 那剛剛那位這個公民團體所提出來的 1915年那個鐵道部所舉辦的那個活動 那個時候能夠在這個廣場前面來辦活動 因為那時候有黃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那所以我是想 我們2004年我們重新再舉辦 所謂這個金面媽祖進城的這個活動 也在這裡舉辦過 就發覺這個地方沒有辦法辦 因為那個地方有引到人堵住了 那前面整個北面的面目就是 所以我很贊同這個剛剛前男兄所說的 就是北面我們有期太多了 太多年了 這次能夠成這樣 我們希望在我們現在的新的政府 比較有效力的重新來形塑台北的意向 我是覺得這個是一個城市建設 一個很重要美學的 新一代美學的觀點 那至於剛剛前男兄也講 就是殘酷的重要性 我想那個人民團體剛剛講的非常強烈 它的重要性 那個文字會大家都覺得同樣的 我們都很接受百分之百的重要性 它的重要性在建築的特色 以及在產業史上的特色 只是這個位置上希望能夠有一點彈性 而且希望它將來保存得更好 更加的活化 如果在這個古籍和利劍 只是把它當僵屍 把它這個保存 那就沒有意義 希望將來能夠活化 所以這一點有兩個作法 那麼一個作法就是說 我們請這個將來主管單位 能夠把這個山井倉庫 這個遷移之後 這樣怎麼活化 能夠有適當的交代 這樣對我想我們這個關心的這個公民團體 能夠讓他們比較遷移 比較更好一點 也就是剛剛所說的 這個錢倉庫所說的 人民更可可欣欣 而且更活化 第二個呢 就在原地上面呢 我們的鋪面呢 用不同的顏色和不同的材質 把它的意象保留下來 我們古籍保存啊 有三種 一個是食物物體的保存 一個是文獻的保存 一個是意象的保存 好 注意形勢 也可以彌補這樣一點缺陷 這也會不會呈現 謝謝 非常謝謝徐教授 對我們這麼具體的這樣的一個指導 我想就是說 在整體的這個選擇方案裡面 我們在未來 尤其是文化局 定案選擇的保存方案裡面 都應該把它下次記錄 而且要做具體的落實 好不好 其他委員還有沒有指教 來 主席 主席 今天我看到 在報告裡面 有一個蠻重要的一個觀點 它是因應上次 薛琴薛委員的意見 也就是說 要尊重這個歷史建物 我們分解一致重組之後 他建議用隔證的方式 隔證的確是超高規格 如果在分解一致重組的時候 可以用隔證的方式 我認為是對這個歷史建物相當的一個程度的尊重 就我所知 即使在日本 用隔證的方式來整合古蹟也不多 在上野公園的兒童文學博物館就是 以這個面積不到60坪的歷史建物 如何可以用隔證的方式 我認為是值得肯定的 以上 好 謝謝 我想就是 回應上週 這個薛委員的這些意見 我想這樣的一個 這個 大方向 不管是 未來的這些方案 什麼定案 我覺得這可能都可以把它列入 未來的一個參考依據 那其他委員還沒有 這個指教 是 是 還沒有演出 各位 我是憲耀 我這次當文書院很榮幸 我以前 那個 榮英代演劇長的時候 也當過一節 那這一次 那個 我的感覺 這一次就是 獨法局的 那個拆 從小溪路橋 就是 我蠻 蠻佩服 那個 以前我們到台北 就是很 暗很